我感谢神,刚刚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们两个都回应得很好 就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呀,献上生命,不过呢,还有罪哦 又不知道是不是收到神的声音呢?是不是摸过他的声音呢? 我做的对不对呢?我还有罪哦,怎么办呢? 这个其实是一个基本上属灵的问题 但是呢,借先两位怎会回应呢?我觉得非常好,为什么呢? 因为他两位都有被神改变,就是那个锁匙在那里 他的被神改变,他看到神怎样改变他 虽然他仍然不完美,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不是要到完美才得蒙神喜悦 所以耶稣很特别的 耶稣就是说,一杯粮水给一个小子都不能不得上次 就是说,你开始改变,神已经欢喜了 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是可以说,我们有罪 有罪我们都说要处理的 我绝对在一个教导里面都说,犯罪一定有破坏性 虽然求主赦免,一定有破坏性 因为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得更加厉害 顺着情欲杀种,必从情欲收败坏 或者甚至你怒人,没有罵出来 但是里面会破坏自己的生命 就是任何罪,在心中,或者言语,或者行为 都会有破坏性 所以呢,我是帮助人去处理生命 但是处理生命怎么处理呢?就是说 一有罪的意念,我知道罪的破坏性 所以我立刻用神的意念取代 和祈祷求神加个力量 那我就有力量去面对 那你就不让那样罪影响 也都不让他控诉 我真的有罪,我知道是不好 我知道骂人不好 那我求主赦免,神真的赦免我 那我就放手 那神赦免我,我不是继续骂人 那我就一有罪的时候,求主赦免 那就不会被罪捆绑了 就是说,就算有犯罪 不是死了的,不是没有机会的 即刻悔改 即刻求主帮我,现在开始用正面的思想 神就欢喜了,神就越纳了 那就是正面咯 即是有罪,即刻就听话,神就欢喜了 那又软弱,即刻求主加力 有少少力量,已经感谢神了 开心,我有进步,那又可疑有力了 那然后呢,譬如说 这先讲的问题就是 那些意念是神给我 那又是圣灵给我 那又很简单的 因为其实我们基本上有圣灵带领 很简单的 爱神,爱人,祝福人的 对自己是处理生命的 是帮我们建立的 那这些就好了 那人碎的人不好 骂人,伤害人 这些很明显就知道是不好的了 那有些说,哎呀 在那个情况怎么决定好呢 有些你分辨不到 那些通常来说都不是罪的问题 是怎么决定的 通常罪和遵从神很简单 罪就是得罪人,伤害人 不信靠神那些是罪的 烦恼那些是罪 那些很容易分辨到的 那如果你心里面出现这些意念 哎呀,人真的不好 那这个已经是不合乎圣经的了 那你知道便跟从神的意念 神的意念是什么呢 祝福人,接纳人 所以分辨神的意念和魔鬼的意念 并不是,真的不是难让登天的 有时抉择怎么做呢 是会困难的 做这份工,因为做那份工呢 是有些什么行动呢 那些可能难 但那些不是罪的问题 那些是一个抉择的问题 那所以生命呢 行神的路并不是那么难的 尤其当你有亲近神,有力量 有平安 那我继续亲近有力量 那这样的时候便正面了 就不会说,哎呀,你还是犯罪喔 还犯罪便立刻处理 那这样的时候生命就进步 那为什么有些人回应 为什么有些人的生命总是有破坏呢 因为他不觉得罪的可怕 他不觉得神那么好 他不觉得走神的路那么好 因为我们这里教导 个个都知道走神的路最好 所以个个都会想走神的路 那就算他走得不够完美 他都是向着方向去 那他便可以开心 就不是要到完美才开心 年红包 岁城 年红包 大人 到人了 那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